欢迎回到节目现场 那么这一段呢 我们的玉珍姐继续陪伴我们 还有呢我们请到的是 太平洋房屋的行销部协理李继红 继红哥你好 主持人好 玉珍姐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呢 这个好宅轻松购 今天我们的委托找房子呢 他是一位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 一家人本来是住在南港 最近呢公司说 这个公司在内科 所以可不可以搬到内湖来 比较近一点 一家四口 他们还养了一只好大的狗 盛伯纳狗 他们家的长辈呢 也经常到家里头做客 所以呢希望可以有 大一点的空间咯 他们找房子呢 他们希望这么多条件 希望通通可以达到 因为是公司出钱嘛 好那我们的大人哥 马上出动咯 看他帮我们找到 什么样的房子 来看这段VCR 真的是好漂亮 我们现在人在内湖的 大湖公园啊 但是今天不是来玩的 我们是来找房子的 我们这一集的委托人呢 是外商公司的高阶主管 他们一家四口呢 想要重温在美国 Single House的居住品质 所以希望在内湖附近 要租房子 他们希望租的是那种 独栋双厅的别墅 但一家四口要在台北 这个地方找房子 有没有可能呢 要找一找才知道 那我们刚刚大概打听了一下 如果类似这样的居住条件呢 可能要十万到二十万的租金 好贵啊 但公司出钱嘛 所以我们努力的呢 帮这位委托人呢 找一找有没有适合的物件 那现在废话不多说 出发咯 说是要找房子啦 但这美景真的太吸引人 我们之所以会来到大湖公园呢 是因为听说附近有不错的别墅 也是外商租房子的首选区域哦 这次的任务呢 要到内湖帮我们外商朋友 一家四口在内湖找房子 这个任务真的是不容易啊 但好不容易好不容易 我们到内湖的这个国会山庄啊 找到了这一间还不错的标地 马上请带我们来看房子的 庄先生呢 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这物件呢 它是位在大湖公园捷运站旁边哦 进捷运站大概两到三分钟 步行的一个距离 听说是离台北市 最近的双拼别墅对不对 因为我们这边的话 其实步行两到三分钟就会到 那房子进来本身的话 又是一个私人的 独立的一个渔池 跟一个私人的一个中庭 那客厅进来的部分的话 就是采用挑高的一个设计 那有一大片的一个落地窗 然后刚好看出去 就是我们自己私人的一个中庭 所以两面采光 其实采光是很好的对不对 我们二楼的话 它有两间的独立的一个卧房 那三楼的话 也是两个独立的卧房 加一个书房 那每一个平面层的话 它都有一到两间的一个卫浴 那就使用空间来讲的话 其实还蛮好做一个运用 跟一个规划 所以以我们的委托人来讲 一家四口嘛 它会用掉三间房间 但是这个房子 其实它有五间房间 绰绰有余 那听说它这个房子 有三个车位 真的有那么多吗 对 我们在地下室的部分的话 有我们自己 三个独立的一个车位可以使用 我们这边的环境 其实有一些外商公司的主管 其实都还蛮喜欢 这边的一个环境 别墅型的产品的话 大概有四房到六房的一个 使用空间 那租金的话 大概从十万到二十万不等 美国在的协会在 前年的八月份已经动工了 那这边到时候 在我们的利伟特区那边 也会有一个大门 会从那边 做一个进出的一个动作这样子 所以这边会形成一个 就类似那种 以前天母商圈那样的感觉 对不对 这边应该已经有人说 这边就是小天母了 看看这前庭的小鱼池 让人一进门就能释放压力 后院空间也不小 可以直通地下室车库 有着绝对的隐私权 住了十四年 屋主杨先生最推荐 这个开放大厨房 看到了吗 我们现在在一个开放式的厨房 杨大哥很多国外的房子 好像都是有这样开放的厨房 对不对 没错 这个我们这个当时的设计的时候 就是用西式的方式来设计 所以大家可以看出来 一系列的收纳柜 而且呢 这边也可以放很大的一个餐桌 八人座 那相对的空间非常的充裕 杨大哥 那附近的那个交通状况 好像也蛮方便的 特方便 特别要强调一下 因为我们这边是双捷运 虽然我们大湖公园站 只有一个文湖县 但是呢 从文湖县到南港展览馆站的话 只有四站 只有四个站啊 对 就接阶南县 所以说呢 交通是很方便 同时呢 又可以接北一高 从南港又接北二高 所以说呢 交通可以讲说四通八大 我们这边 有这个大湖公园 大湖公园 有百货公司 今天为你选的这个双拼别墅 是不是感觉还不错啊 那从我们拍摄的物件呢 走到大湖公园捷运站呢 其实只要短短的五分钟的时间啊 未来我们的委托人 就算不开车 坐捷运到内湖的每个地方 都很方便 那这个十六年屋龄的房子呢 其实屋况相当的不错 提供治愈呢 还有现场来宾专家们 你们讨论讨论咯 好 我们看到这个大人 给帮我们去找到的 这个别墅型的产品 我们仔细来看一下 他大概比较详细的资料 他是在大湖山庄间 那么一个社区叫做国会山庄 为什么叫国会山庄 因为以前老国代 是住在这个地方的 十六年的这个屋龄 那么他的别墅是三层楼 然后呢格局是有五房 三厅四位 坪数是一百二十一坪 不过呢以前 据说他们这边使用 可以使用到一百八十坪 然后管理费超便宜的 这一点等一下要请 好便宜啊 请协力来跟我们分析一下 为什么两千块不可思议 另外呢看到他五分钟 这个步行就走到大湖公园 的捷运站 然后呢当然就是走到 大湖公园咯 也非常漂亮的 简直是一个大公园 然后呢这个社区 是有全天后的保全管理啊 还有前后院 还有一个渔池 还有三个大车位哦 来我们请韵珍姐 帮我们看一下 我觉得真的大人哥好厉害 因为我看好喜欢哦 我觉得说如果能够去 这个买 当然因为他是要租嘛 对他是要租 对啊而且是公司出钱 然后这么好的一个环境呢 那还有什么好考虑的 我觉得真的很佩服大人哥这样子 这次的行动哦 我觉得非常非常成功 因为第一个哦 在我们外商这样子住一个地方哦 他考虑到的一定是第一个 他跟工作地点的交通方便 那所以呢他应该是说 因为已经到那湖科学园去工作 所以也以目前这个大湖国会山庄 这个位置呢实在是非常方便 然后另外第二个的话 就是说你要帮公司考虑到的是 如果面积这么大 结果呢管理费才2000块 可以帮公司节省很多很多的开支 那所以这个部分呢 你看每个月哦 如果你正常来看的话 管理费正常以120几瓶的话 如果一瓶100块来算 应该都要1万多 所以他每个月就已经帮你省下了 这个只剩下大概五分之一的 这个管理费 那这样的话其实公司一定会觉得说 你太优秀了 那没什么好考虑的就租了 就租了 好那我们请到协议来帮我们看一下 先看一下为什么他管理费 有办法这么便宜 我们一般的这个管理费 好像不可能这样子吧 这个地方他有几个差别点 我们要讲 就是一般管理费的计算方法 他都是把公社维护的费用 还有一些机电维护的费用 保全的费用 然后当然比较特殊的是在于 公积金的提拨 因为现在的大楼设施很多 那这些机电设备呢 他其实年纪都没有办法比房子还要老 所以你如果长久住在这里面 机电设施是要换的 那建商依照公共公寓大厦管理条例 施行细则第五条去提拨的那个公共基金 其实是不足够去贷换这些机电设施 那管理费就会把这个部分呢 通通都加进去 比较有管理的社区就会把这个部分加进去 那刚才我们看到这个物件 为什么他管理费特别低 因为大湖山庄街那边只有一个出入口 所以他只要一个人站在那个社区的出入口 其实可以管住整个社区的管理 再加上里面有这个警察巡逻的 协防巡逻的关系 所以说呢 他的这个管理费呢可以降低 保全也是 对 你刚刚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渔池是在他的院子里 所以那个水费不是算公共的 是算他自己的 那这个地方当然会影响到 就是管理费的这个提拨 那另外还有你可以看到 他的那个前庭后院 都有很漂亮的植物 那那些维护是要有人去修剪 那因为是在你房子里面 所以是你自己花钱 所以他也不会细算在管理费里面 那是这样的一个情形 再加上他别墅社区的一个特色 就是他的积电设施 公共积电设施 没有电梯啦 没有那个消防棒譜啦 等等这些这个设施 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说他的提拨本身也会比较少一点 这就是这样别墅产品的这个管理费 会比较低的一个原因 主要原因 那玉珍姐 刚刚我们大人哥 其实他私下告诉我说 他说他在那边采访的同时 就看到每一个小时 警察就来巡逻一次 就是非常非常安全 因为以前这个国会山庄 是我们的这些政要啊 老国带住的地方啊 所以我觉得说 当然因为有些人 可能他搬到一些大楼 比较有这个饭店式管理的 因为如果以那里的房价来看的话 当时买了这个 就是你拥有这个国会山庄 那现在应该是N倍 现在的这个市价的话 应该是跟你当年在十九十七年前 拥有的时候 大概已经是至少三倍了吧 所以这个地方租找得到 买很难找 对因为他们应该是 隔爱的人很少 洗手对不对 好地方 对 那帮我们看一下 在周边的一些这个房价的行情 内湖 内湖捷运周边的行情 这个比较特殊 像刚才大家一看到这个房价 可能就说怎么这么低 但是内湖它的特色是在于说 它的新城案跟旧城案 中间的落差非常大 新城案大部分是在通车前后左右 大概是在这八年左右冒出来的 那旧的这个案子呢 已经非常非常的 就是有点岁数了 所以你沿着捷运这样看过去 内湖路一段这样走过去 你会发现 有那种很老很老的房子 一整排一整排的 突然冒一栋很新很新的大楼 光内湖路左右两边 切开就差很多 所以你现在提供给我们 是在捷运周边的行情 大概就是41 然后呢高的47 可是你刚刚提到说 它的差距非常大 你可以告诉我们 那个range大概在哪里 对 这个是一个平均数 像长虹天喜推的那个案子 它一平大概是开价在130万左右 那可是呢 你想就知道 它一个月只成交一件 可是我30万的成交六件 所以说它平均价看起来 就变成47万 是这样一个差别 那主要是 它的污林落差 在内湖区是非常大的 因为这个你去看过 这个案子我稍微再跟大家介绍一下 因为这是我最近呢 在内湖看到最 算是单价最高的一个案件 它破了内湖的一个新的高价 那它推开价是135万 那平均大概是130万左右 整个案子呢 基地是1400坪 可是呢 它只盖将近400坪左右 就是说 它等于是说 一个1400坪的基地里头 只用了400坪来盖房子 所以呢 你可以有一个很长很长的一个车道 它说就很像圆山饭店这样子 你可以开进去一条 这个几百公尺的林运道路 然后呢 才钻到地下室 再到你家 那它呢 是130 大概120坪到130坪 所以整个只有40几户 那它的价格就是 你看 就是如果你是135坪的人呢 那算起来的话 就是上亿 大概就是要一亿五以上 才有办法进驻 那所以呢 这个案子是我最近在内湖地区 看到说 哇 这个真的不错 可是内湖 我们讲说就临近一点 因为它是在内湖路一段 可是呢 如果说你是在 往前到大概内湖路二段的话 就是壁湖公园周遭 因为这边的捷运站也很方便 那从文德站 然后到就是像壁湖公园附近的 如果你是在港前路附近的话 那大楼的话大概 如果是新一点的 现在呢 其实一坪单价也大概都是 60万到70万之间的 然后公寓的话 大概是40到50 然后另外环山路 大概也都是这样子 就是50 60 现在内湖的房价 让你觉得说 哎呀 怎么那么贵啊 可是呢 它那里的整个生活形态改变了 其实我去看了长虹天席之后 我才会发现说 哇 如果我是地宝的住户 那我喜欢 现在像内湖这样的一个条件 反而不喜欢地宝 因为它地宝的话就是在那个高架边的话 那条件其实也没有这里好 尤其是生活机能 所以我刚刚讲说 这位委托人 如果以他从这个大湖山庄 然后到壁湖公园 甚至到内湖科学园区 这一带的动线 就是整个捷运五湖线的这个动线的机能 现在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是 那我们请席来帮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看这个委托人 他家两个小孩 一个是要念国小 一个是要念国中 附近的学区也很不错 这个内湖这边 它传统的学校在西湖东湖这个地方 现在是越新的学校 它反而是条件越好 师资也越好 升学率也越高 那传统内湖的学校非常的多 我再补充一下 刚刚那个玉珍姐所提到的内湖的那个状况 内湖有个特色 它在96年的时候 四个卫生组织 它有颁给这个内湖一个奖 就是说它是一个很适合居住的地方 它的绿覆盖率 是国内第二高的行政区 28%多 在台北市来讲 它是第二高的 那再加上它有两个湖 文山区虽然是绿的那个覆盖率最高 但是它没有湖 所以它是湖光三色并被 那再加上政府推了一个内湖科学园区 内湖科学园区有什么不一样 因为它是属于走资讯产业 通讯产业这种高科技低污染的这个产业 所以说里面又干净又卫生 然后再加上绿覆盖湖的关系 所以说是一个非常适合居住的地方 对 所以其实他们会讲说 好像内湖内湖就是这里有湖 而且那个湖 我还特别告诉大家说 像我刚给大家看这个位置 在内湖路二段这里 然后这不是壁湖公园吗 这边华谷建设 还有好多家建商都有盖案子 那结果你会发现说 他们的案子有个特色 就是面湖的跟背湖的 它的价格是有差异的 比如说面湖的可能是60万70万 那背着湖的可能就50万左右 就是两边的就是看到湖 跟没有看到湖 差异是很大的 是 好我们刚刚听到了 其实这个两位专家都还蛮推荐 内湖哦 不管是这回我们的委托人 亦或是未来大家有意要制产的话 这里呢都是一个 大家可以考虑的好地方 而且呢其实内湖在房价上 还有一个未来很可能会让它再加倍的一个重要因素 那就是AIT即将搬到这里来咯 我们下一段呢再请两位专家 跟我们好好谈一谈 先进一段广告 稍后回到节目现场